一亩能收一千公斤 这么高产到底是不是好三七 种一茬必须间隔十五年以上 三七为什么不能连着种 他们说先蒸土再种花 就可以让三七不用再搬家 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 各位好 欢迎来到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看节目的同时 你可以参与手机互动 方法是打开手机微信 选择发现摇一摇 摇TV参与互动会有惊喜福利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 老乡们都在忙着耕田离地 但是在云南石林的一个种植基地里 他们春耕的方式有点特别 他们不耕地 他们要蒸土 加油 接水 点火啦 春耕的时候 种植基地的员工 就开始跟着大棚里的土 叫上了劲 又是买管子 又是盖被子 大棚里的地被分成了若干块 每一块都像是一口锅 土壤被捂在锅里面蒸 每一锅土都得蒸上二十多分钟 记者把几个生鸡蛋埋进土里 打算跟这锅土一起争 马尔 收集 次 这个蛋黄更熟了 能把鸡蛋都给蒸熟了 说明这土壤的温度很高 在海拔1700米左右的地方 摄氏95度就是开水的温度 他们用这样的高温来蒸土 到底是为了做什么呢 蒸土就是为了种三七 种三七要先蒸土 这是一项重要的发明 大多数的种植户都还不知道 那么其他人是怎么种三七的呢 记者找到了一位名叫宋石泉的农户 老宋种植三七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和大多数人一样 他的方法是在地上骑笼 然后在笼上挖坑 再把子条移栽进去 所谓子条啊 就是已经在苗床上生长了一年的小三七 种一串三七需要三年 所以长了一年的子条移栽以后 还需要再长两年才能够收获 到了隔年的八月 也就是距离收获还差三个月的时候 记者再次来到宋石泉的大棚里 看到三七的植株长势非常健壮 那么这个时候地下的三七长得怎么样了呢 老宋随手挖了一株 你看这个 这棵就是三年的棵了 你看这个四年的这个芽子 它已经长出来了 可以说像这棵杀漆是一点杀漆了 你看嘛 它这个个头更细 它这个苗的这个长势嘛 它都是可以的 比这个更好的也买有多少 按照老宋的估算 它种的这一茬三七 产量少不了 好的吧 一亩还是可以产一吨左右 个头又大 产量又高 老宋觉得自己种的三七非常好 但是在专家们看来 一亩能产一千公斤 这样的三七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的药效不够 三七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 明代著名的药学家李时珍 称其为金不换 清朝的药学著作 《本草纲目十一》中记载 人参补气第一 三七补血第一 在云南种植三七的历史 已经有几百年了 传统上大家挑三七 有两个讲究 一是要看长得好不好 二是要看晒得够不够 长得怎么样 主要就是看主根的大小 个头大的表示长得好 而晒得够不够干 那就要靠听声音 听到吗 这个很脆的这个声音 说明它那个水分含量没有那么高 就是晒得很干 这样有利益保存 另一个你看这一盘 这一盘就是晒得不是很干的 你听一下 很闷的一种声音 不脆这样 声音清脆 表示三七的加工做得好 含水量低 不容易发生霉变和重铸 容易保存 但是呢 不管是看大小还是听声音 这样调三七 都只是表面上的 三七作为一种药材 最重要的东西 是它的有效成分 造肝的含量 长得再大 加工得再好 药效不够 也不是好三七 三七本是野生药材 现在母产能够达到一千公斤 里面造肝的含量就会降低 不但如此 种植三七还面临一个大麻烦 就是眼前的这块土地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 都不能再种三七了 像这样的土地啊 比现在十五年以后才改种 这个种子它不会出 再好的种子也不会出 出了也是会生病 在云南农业大学的三七试验田里 记者看到了宋时全所说的那种情况 在连续种了几年三七的苗床上 只看到稀稀拉拉的苗 而且大多是一副生了病的模样 在这个苗床里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 是这个三七地上面的叶片 它的一个倒腹 一个尾烟的一个现象 我们把苗拔起来以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它这个根部 其实已经全都已经腐烂了 那么这个就是由于连作障碍 带来的这个根腐病 引起的这个三七这个死苗的一个现象 在一块地上连续种植同一种作物 作物就会烂根枯苗 减产甚至绝产 这就是连作障碍 三七的连作障碍比较严重 面对这样的问题 农户们根本无能为力 他们的办法就是搬家 每种一茬三七 都要兴换一块土地 三七最适合的生长环境 是在北纬22度到23度左右 海拔高度1500米到1800米左右的地区 这范围其实已经很小了 已经没地方可以搬家了 但是作为云南省产量最大的中药材 三七目前的种植面积 已经超过了70万亩 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种 在不合适的地方种 这对三七作为一种药材的道地性 就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在什么地方种植的中药材 它有这个地方的特性 所以中药材特别讲究道地性 不能在这个地方种 就到另外的地方去种 那么另外的地方 可能它会对药材就产生了变化 搬来搬去到处种会影响三七的药材 但是想在适合的环境里 守着一块土地连续种植又不行 种三七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连作障碍呢 科研人员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针对不同生长年份的三七根系土壤 它们分别采样 通过检测分析 发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发现 三七的造干应该是三七自身的 一个非常有用的药用成分 那么但是在三七的土壤中 同样会检测到三七这个有效的成分造干 而且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 这个土壤中的这个造干的含量 是成倍的增加的 科研团队研究发现 三七根系在生长过程中 会渗出含有三七造干在内的代谢物 这些代谢物残留在土壤中 就像是在宣示对于地盘的所有权 生长年限越长 土壤中残留的代谢物就越多 当这一茬三七被采收之后 新种植的三七紫条 能够感受到土壤中代谢物的存在 为了生存 这些紫条会进行自我保护 它们选择不发芽 以等待换一块地盘的机会 但是它们不知道 危险正在步步逼近 那么第二个现象就是 我们会发现这些造干在土壤中复集以后呢 会导致土壤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发生变化 会促进这里面的有害菌群 迅速地增加 而抑制了能够促进三七生长的这些有益菌群 有益菌受到了益菌 有害菌却在大量繁殖 还没有发芽的三七紫条 在有害菌的围攻之下 就容易发生根腐病 代谢物过多 土壤均群失调 这是三七自身的基础病 但是在这些基础病之外 一个种植方式上的问题 更是雪上加霜 引爆了三七的连作障碍 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种中药材 把它诞成种高产的专家一样来做 追求高产 上化肥上农药 大肥大水 朱油永远是指出的问题 记者在老宋的三七地里也看到了 在只差三个月就要收获的时候 老宋依然雇人来给他的三七施肥 按照他的经验 这一道化肥很重要 现在化肥一压下去 就把他这个花一打了 他就 他的所有的营养 他都在这里了 他基本上还要长这么一个桃出来 就这三个月啊 就这三个月 他还要增加一倍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一道化肥是最重要的 对种植户来说 要想有产量 就得上化肥 但是在专家看来 化肥对于三七来说 不是好东西 三七呢 在性化过程中 还没有变成一个加重的植物 不具备耐肥的这些个特性 所以只稍微淡肥 和其他肥料一多 它就产生问题 大肥大水追求产量的种植方式 既降低了三七的药效 又加重了连做障碍 三七道地产区无法建设原料基地 产品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 已经限制了三七产业的健康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猪游泳院士的团队发起了挑战 本来中药材是以生的 应该是在一个逆减条件下 要用反生的办法来种植中药材 猪游是所说的仿生种植 就是要利用现代农业技术 模仿三七野生状态下 最适合的生长环境 不使用化肥农药 解决连做障碍 土壤是三七生长的基础 仿生种植工厂里面 使用的土壤 都是经过专门配置的 我们三七的土壤改良配方 还是以红土为主 我们选取红土是从耕作层以下 找没有进行耕作过的红土 土壤表面分为耕作层和里底层 里底层没种过东西 化肥 农药 重金属都不会超标 选择里底层的土壤会更安全 除了红土 它们还要添加其他的机制 这是真正盐 主要是调节孔气度的一个作用 这个是倒杆发酵的油鱼质 这个是山沙 这个是制石 这是生物碳 这个是浙渣 这个是废石 照着这个配方 把这些材料搅拌均匀 就获得了种植三七的仿生土 但是仅有仿生土还不够 这种植草里面还藏着一个秘密 大家看到这一层是一层碎石 是比较细小的一些石头 然后再上来这一层就是一个沙 再上来一层就是咱们人工配比的一个机制 碎石垫底 沙子居中 上面再铺上仿生土 这种界线分明的土壤结构 可以通气透水 符合三七根系 喜欢潮湿 但又怕厚根的特点 但是 种过一茬三七以后 土壤中还是会出现代谢物残留 菌群失调等问题 要想安全快速地解决这些问题 科员团队就想到了高温蒸汽 他们把管子埋在土壤里面 管子下方有出气孔 管子里面导入高温蒸汽 通风透气的土壤结构 有利于蒸汽的传导 经过高温处理之后 病原菌都被杀灭了 代谢物也降解了 第二茬三七种上以后 他们再通过灌钙系统 添加有益微生物和矿物质营养元素 重新平衡土壤的微生态环境 经过这样的处理 土传病害就解决了 三七不用再搬家 就可以接着种了 接下来要保护的是三七植株 科员团队观察发现 主要有两种小虫子在危害三七 第一种是祭马 现在看到这个生病的这个植株 这个就是被前期被祭马危害的 叶脉是绿色的 然后这叶脉之间的叶肉呢 它就会变黄 叶绿素减少变黄 然后它是鼓起来的 正常的三七叶片是绿色的 而且叶面平整 但是被祭马危害过的叶子 就会变色变形 这种只有头发丝粗细 体长也只有一两个毫米的小虫子 是怎么伤害三七叶片的呢 鸡马主要是属于搓气湿口气 它呢先是把那个叶片给搓 就像咱们的那个搓子一样 给它搓 搓出了水之后 然后再舔 搓一搓再舔一舔 鸡马这种在显微镜底下 都看不清楚的小动作 对于三七的危害其实很大 我左手边这个是正常的 它这个虚根的话 要明显要多一些 然后这个右边拿着这个 这个的话 它这个虚根比较少 从叶片上看的话 它就是前期祭马危害过 这个祭马危害呢 它这个营养不良 造成它这个虚根也长得特别少 我们的药用成分部分 它的根部危害过得要小得多 祭马危害之所以严重 是因为它们生的多长得快 成虫一次能够产下二三十个卵 夏季高温的时候 只需要半个月 卵就能再长成成虫 这就意味着 一只成年祭马 一个月就能够繁殖出 近千个后代 仿生种植要求不使用农药 所以对付祭马 它们选择了物理防治 就是挂粘虫板 这个办法成功的关键在于 挂板的时间 一定要在叶片 还没有展开之前就挂上 这样才能够控制住 祭马的数量 现在看到的这个的话 是我们挂了有 差不多一百天的时间 它粘了很多的祭马 但也有其他的虫 但主要还是祭马 为了对付危害三七的第二种害虫 它们在仿生工厂周围 种了很多花草 用花花草草 能够对付什么害虫呢 在实验室里 科研团队正在做一个 关于气味的实验 它们把不同的植物 装在瓶子里 然后跟一个封闭的容器 分别相连 通过风道 把植物气味吹进容器中 然后它们再把一些虫子 关进这个容器 那么这些虫子 会怎么选择呢 咱们这个实验就发现呢 它对一些花的一些植物 一些气味 它表现出了一些选择性 对一些有的一些植物呢 它是比较喜好的 比如说像咱们这个 兰花树尾草 还有这一个黄冠菊 它就表现出 明显的一种喜好 而对这一种 这个迷迭香呢 它就表现出了一种 躯壁性 所以逃离 逃离性不喜欢 实验证明 这些虫子对于植物的气味 有明显的喜好 但是 这跟三栖的虫害 有什么关联呢 原来这些虫子 叫做食牙营 是牙虫的天敌 食牙营呢 样子来有点像蜜蜂 看见牙虫以后 它就直接来吃 这就是捕 我们把它食牙营呢 叫做捕食性的天敌 牙虫呢 有人称它是植物吸血鬼 是植物的大害虫 它们长着蚊子一样的口气 非常尖锐 能够轻易地刺破三栖叶片 和金杆的表皮 吸取枝叶 造成三栖营养缺乏 甚至死亡 而且牙虫的繁殖速度比技码更快 它们一天一夜 就能够繁殖三代 为了对付牙虫 科研团队在仿生工厂周围 种植了大量的皇冠菊 兰花鼠尾草等植物 用它们来吸引牙虫的天敌 石牙营 在工厂外围 建起了一道防护墙 截断了牙虫的来路 让它们进不到工厂里面去 我们现在发现了 有好几种开花的这些植物 来能够吸引不同的这些石牙营 这样一年四季 就保证了我们这一块区域里面 牙虫的天敌一年四季都有 在解决土传病害和植株虫害的同时 仿生工厂还在三期的遮阳 防雨通风等方面 进行了全方位的优化处理 仿生工厂里种植的第二茬三期 终于迎来了收获的时刻 现在就是这一虫材地上 不仅种出来 还有就是没有发现 它的一个地下部分的一个病害问题 这样的话就是保证了一个 它的品质 这两个的话 它这个品相是挺不错的 它的根系生长是很好的 仿生工厂里种植的三期 虽然个头小一点 产量低一些 但是它们是在没有化肥农药的干扰下 在更接近野生环境的状态中长大的 这样的三期 才是能够治病救人的中药材 根据朱油永院士估算 建设这样的三期仿生工厂 一亩地大概需要一次性投入20万元左右 但是它可以使用20年以上 这跟农户建大棚平均每年的投入是差不多的 所以对于企业和三期种植大户来说 仿生种植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关注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下来的竹子又是去皮又是用刀削 这么折腾它们究竟要做什么 竹子最里面两到三毫米的内壁 取出来是干什么用的 它们为什么又是洗肉皮又是煮肉皮呢 看竹子如何大变身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